你可以常用裡面有一個這個 如果不太熟悉的同學 稍微要記一下 在常用的格式裡面的自動調整欄寬 按下去就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自動調整欄寬 不過按鈕好像放在這邊有點不太OK 所以將來可能按鈕 我們可能要另外做一個表單來做 會比較理想 因為放在那個工作表上面 因為他也會複製過來 所以不是很理想 好了之後的話 然後再怎麼樣切回到切回到那個 這邊要改名稱嘛對不對 所以剛剛不是兩行 就可以把名稱改完 那再切回來 切回來如果要貼心一點的話 就把游標怎麼樣移到 移到上面去 就A1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呢 這個Auto filter 就是資料裡面的篩選點點掉 就還原了 不過這個好像會會亂掉 這個是按鈕的缺點 OK 不過放大縮小就OK 又好了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錄下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這邊 然後貼上 Auto filter 欄位自動調整欄寬的部分 然後再切回去 1 我這邊是改成1 那如果 那個你錄下來 也許他有他的名稱在 然後A1 再來把那個取消掉 那加上篩選跟開跟關都同一個 所以這個是開 這是關 所以開跟關是一樣的 一樣的名稱 一樣的這個用法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加上你們將來錄完之後 有沒有 自己再把這個地方增加這個input bus 這個我想我們用很多了 所以這個就不贅述了 就是這把這個給他這邊改一下 然後這邊這兩行 我想我們上個禮拜也講過了 所以這部分也不贅述 所以請各位先第一個 錄製聚齊 名稱叫篩選業務 第二個請你把註解加上去 盡量有時間的話 先註解先要打上去 因為你沒打上去 你自己也看不懂 然後呢 再加上這一行 然後改這個跟這個 OK 那其他的話 如果不需要的那個程式碼 也可以刪掉 大家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基本上 那個自動化呢 當然 如果你沒有idea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錄製聚集 當成是自動化的一個基礎 然後 再加上一些 需要修改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很快的 達到那個 所謂自動化的目的 自動化的目的 在這裡 我可以有機會 來自動化的目的 我可以用來自動化的目的 我可以用來自動化的目的